安不安全我不敢講啦 很多國產車都沒有收撞擊車我哪敢講啊 車廠都不敢講我敢講 真的不要酸葡萄欣 日本車怎麼樣 我看日本車真是沒什麼在進步了 可以喔 過了 Adesign的石墨烯車漆維護劑 鐵粉軟化劑 湯姆賢真心推薦 這個是湯姆賢非常愛用的商品 好 石墨烯就是你在洗車完以後 噴在布上面你就可以板件收乾 插了會比較咕嚕咕嚕啦 省掉很多打蠟的時間 那鐵粉是這樣噴輪框 或者是噴板件都可以 而且會讓你比較好清洗 請下湯姆賢的蝦皮商城 由於當天拍攝地點受到電波干擾 造成聽覺受影響向大家說聲對不起 湯姆賢來了 大家想看的 空啊是不是 兄弟的車子 先不講訂閱 你覺得我是業配 我再說一次如果你覺得我是業配 你現在可以離開 直到我拍片風格的人 我大部分都是跟車主借車 人這班的 我跟你說汽車公司不會找我們啦 上次你說怎樣 路怎樣 走死了 沒錯 湯姆賢來了 那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幫我們開啟小鈴鐺 幫我們按個讚好不好 最後發揮的版 湯姆賢的IG 湯姆賢的TikTok 還有湯姆賢的蝦皮商城 追起來 追起來 今年湯姆賢就是要從10萬訂閱 拜託大家 如果你看到我的影片 你滑到我的影片 你還沒有點訂閱的 拜託支持一下 我的影片絕對豐富 絕對好玩 絕對有趣 絕對真實 OK吧 OK 他要做什麼 我懂 湯姆賢的Kona 它是進口的 原裝的 它的價位的話 我讓大家知道 目前就是B版本跟A版本 為什麼我要講B跟A 為什麼我不講A跟B A的話應該是989啦 那如果B版本啦 107.9啦 我在看這樣子的CUV的大小 我自己心中也會有想法 我把自己當成我是消費者 那我去看車我第一個 除了看兄弟的Kona以外 1.6代渦輪嘛 我一定會去看什麼 Mazda日本原裝進口的CX30 跟它機具也差不多 價錢也都是在擺上下 那再來另外一個一定就是歐系的 Shkoda的Kamik 大概也在100出頭彎上下啦 Kona 我覺得它以它的外型 從車頭 它是比較前衛的 你可能會覺得不協調 或者是你不習慣 日行燈 方向燈都在這裡 下面就是全LED的燈 那它的燈具也都是遠近光 自動切換啦 OK那這個上速那兩款車也都是LED的 外型我覺得搭N-Line漂亮 輪框又搭18吋 這個18吋呢 我跟你講絕對不小氣 馬牌PC6 235 45 18 人家原廠就搭這個 來N-Line 我蹲下來跟大家說 有套件嘛對不對 有黑化還有凸痛車頂 車型是這樣子 N-Line其實就好像 Golf福斯的R-Line Audi的S-Line M Package 那在韓國確實有N正版的N 280匹 2.0 前輪傳動 它還有一個高增壓 可以到290匹 聽說0-100那個版本是5.5秒 好快喔 所以它有N-Line 浩件的對不對 比較漂亮對不對 如果沒有搭N-Line 它的防滑材質太大塊 車長4米2多 Mazda CX30最長 它大塊4米4了 Kamik跟它也差不多 車高的話 大概都是在155到157啦 這個因為成本的考量 所以這邊就會有一些 沒有做那個鋼琴烤漆啦 但是我覺得它做凸痛是不錯的 對 我真的沒給大家嚎笑 大家都說什麼 韓國泡菜人的車真的好嗎 對 安全嗎 安全嗎 哇 哇 我再一次 當然啦 今天我看的這三款車 CX30 Kamik 這個在國外的撞擊車是Elon Uncover 也都是5顆星 5顆星 沒有錯 這是實在話我查過 自己也可以去查看看 來開口 大家看看 我覺得這開口 以這個CUV大小來講 我覺得OK啦 OK 但是如果硬要講開口大小 我覺得上述 我自己在對比的 Kamik應該是最大 百萬上下的車子 我覺得 真的硬要講質感 Mazda最棒 這個Kasoka 跟Kamik一樣我認同 以做起來我的身高 我做是OK啦 當然啦 CUV這樣子的車格 其實你就不會是把空間放地雲 Mazda後面也不大啊 Kamik的空間應該是我上述幾款車 我相信他是最大的 我如果一兩個 或是像車主 他是兩個小朋友他OK 而且我覺得 他的支撐性發泡棉我喜歡 但是他的後座沒有出風口 Kamik CX30都有 他只有給你一個這個USB而已 但是他搭的是黑頂篷 CX30也是黑頂篷 只有Kamik搭的是那個米色的 然後應該也是六支喇叭啦 這個後面呢 我覺得在這個CUV 我覺得他的後面好看喔 但是有的你會覺得說 他的燈啊 方向燈啊 倒車燈啊 霧燈又上下分離 有的人不喜歡 我個人覺得他們願意去突破 所以人家為什麼有辦法走進前五大 為什麼有辦法走向歐洲 為什麼人家在紐柏林旁邊 設一個他媽的什麼鬼東西 車主要改尾段我們就不理他 但是他一樣就是單邊雙出的 來打開後箱 一樣 剛剛上述的Kamik跟CX30 都有電動尾門 也是他沒有 我覺得以後箱來講 這散訴三款車 他應該小一點 買CUV 剛剛說到什麼 不會都非常在意他的空間 就像上次我們拍那個UX 後面有沒有小的可憐 他是全進口CUV怎樣 No.1 這樣懂意思吧 後箱大概是這樣子 沒有電動尾門 但是 這個是車主自己加裝的 這個就是正N的 N的尾印 來頭前我開給大家看看 上次有那個粉絲酸民黑粉在留言說 安不安全跟板件薄跟厚沒有關係 也許是 但是你買一台車你買了100萬 這個車子關門開去 客戶感受 我有時候講這個東西 安不安全我不敢講 很多國產車都沒有收撞擊 是我哪敢講啊 車廠都不敢講我敢講 很重的 你來 真的啦 你來 有沒有 好來 沒有油壓頂桿 OK 這顆引擎1.6渦輪四缸 198匹扭力27 0到107秒7 上述來不用看了吧 不用看 如果你真的在意操控 你在意動力 那你就一定要選CORNA 對 我們剛剛已經拍完試駕了 還是我們就先試駕讓大家看 好 GO 不過今天是第一次開到這個CORNA的車子 這椅子好做 這真的好做 你說他後來有配電動椅 我到 那現在是怎樣 喔唷 煞人包啊 你現在這樣給我開 好 起死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不是壞掉 打滑 這不是壞掉 但是這個就是變速箱 他在銜接的過程 在下擋 離合器片接合 對 喔 真的很扎實 東北KEA的車子 煞車 我都開改裝的 所以他的煞車會讓我覺得力量不夠 但是我相信對於很多的駕駛者應該是夠用 夠了很夠了 我等一下再稍微仲裁一下 我是怕你們兩個兔奶 這個方向盤 這包這樣的口徑是不錯 不然原廠本身比較細 盤幅的這個大小我覺得很剛好 因為我試過TUSSAN的啦 也有試過KEA的 他們同集團的 其實我覺得他們LV2做的 是蠻不錯的 可不可以改變一下觀念 人家在進步 包括你知道嗎 彥士輪啊 他上次去韓國啊 他說他就覺得韓國車真的進步好多喔 真的不要酸葡萄心 日本車怎麼樣 我看日本車真的是沒什麼在進步了 不過這個變速箱如果 我相信他重彩 他在換檔那個頓挫桿 你會比較明顯 你有開到你會覺得 欸奇怪怎麼這樣 可是這個就是DCT 雙離合器 他的特性 他不是壞掉 你問我他搭流 你兩個是搭多連桿 我老實講啦 我感覺不太出來 可能也許你們坐後面 會不會覺得比較癲難 稍微 稍微嘛對不對 車主你自己在開 你會覺得嗎 其實在開的比較 沒感覺 除非你真的連續三路 是很比較極限操駕的 好等等我就來試試看 你待會後面稍微抓緊一下 攝影機也稍微抓緊一下好不好 那我覺得我在拍這個東西 算安全值啦好不好 因為畢竟我們都跟車主借車出來 我們當然不能把人家的車子 走進去 是不是那你就看不到我了 對不對 九點鐘三點鐘 這前環補一下 進去 塞 他的加速度真的不錯 真的好爽啊 198匹 天啊 好這個要大力一點 喔可以可以 真的好好開喔 好開好開好開 我真的可以認真告訴大家 他真的是歐洲底盤 歐洲水準 不要再說我業配了 好就好 不好就不好 開了我會開心 我就會開心 今天我們在開之前 車主有說到一個 我問車主說 你自己平常會騙車嗎 他有講到一個重點 車子好開 他就喜歡開車 他的攝影機 雖然沒有環境 你拍一下 蠻清楚的 有沒有清楚 但是說真的解析度不錯 好現在跑上坡 我認真說 還是會有一些側傾 畢竟他不是配多連桿的關係 我覺得如果真的是配多連桿會更棒 但是一般人再開 開不出來了啦 變速箱還是會盾沒有錯 上坡的速度可以再快一點 可以喔 過了 看到沒有 轉 這力量可以 大家會在意的 大概就是變速箱而已 在一二檔在銜接的時候 其餘的我覺得 在操控上面 跟在動力輸出上面 這個車子沒有什麼好險 甚至我覺得已經比 Volsway跟集團的 不管是我們今天拿出來 比較TAMIC 或者是TROCK 1.5的喔 我覺得動力操控 都在他們之上 我講FUSH應該沒人會怕我吧 我開過這麼多FUSH車了 但是我覺得KONA這款車 這是真的 好我們回去 哈哈哈哈 遇到我揚嗎 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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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了 我把人家的東西打換了 就說你不要開那麼快嗎 我快消死了 下次記得開車怎樣 慢慢開 這是平平乖乖收好 居居卡 Ensuite 我們剛剛太激烈了 所以有發生了一點意外的小差距 它的操控動力 我說真的 在卡米克之上 馬自達可以先丟旁邊了 更不用講其他CUV了 再往下一點點那個骨散的 什麼HRV 氣格數 那骨散的都不用講 甚至拿到跟福斯的T-Rock 1.5 150匹扭力25.5的比 我說真的 它真的厲害 卡米克的0-100 150匹扭力25.5 我記得沒有錯是8秒3 還是8秒4 現代引擎 這顆引擎真的厲害 很可惜啦 正恩沒有辦法來啦 正恩的話 它就達8速DCT 4-4 這個是7速DCT 幹式 OK 來那裡面的話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我們機子進去 你進去 嘿嘿 我來了 看到沒有 你看我開 我拍這個車我就開心 這叫什麼 客戶感受 發動也安靜啊 看到這個電燈 不要看這個是他自己去改LED的 一般它是乳素燈泡啦 一坐進車內 我也是不得不說 車內氣氛氛圍用料 材質 Mazda最厲害 所以很好選的吧 你喜歡外型的 你喜歡混動的 你喜歡內在的 這兩款車你也不用看了 你去看Mazda 你去買它就好了 你喜歡一些駕馭感受 喜歡開車 按時下回去沒事 車子開出去跑一跑的 要嘛就是要至少要卡米克 或者就是這台 方向盤 本來的盤幅口徑太小了 車主有去自己去包方向盤 所以 口感 不是口感 口感 這為什麼到底是在說大話 高小 它包起來握感就比較好 那它的盤幅我覺得很適中 很適合亞洲人 但是它前面跟這裡 我們就不看了 真正是四個字 SALIMBO 還要我學英文 但是它至少是12.3寸的數位儀表版 你現在到展現間 A版本跟B版本價差9萬塊 大部分都選B了啦 因為A它就是把車側盲點拔掉啊 倒車警示啊 偏移什麼輔助 跟車側盲點有關係的拔掉啦 也沒有QI無線充電啊 它也把它拿掉 它也沒有恆溫 這個是單區恆溫 像剛剛上述的卡米克 跟CX30都是雙區恆溫 大概就差這些東西 這個電動椅也是啊 當初這個車主 它是2021年買的 那時候就只有一個NLINE版本啦 這個資訊我就不說了啦 這個就是爛爛的啦 反正就是有無線IPO CarPlay啦 NGAUTO嘛 有一個無線充電板 然後恆溫 我剛剛說了 它只有單區恆溫 後座也沒有出風口 上述兩款車有雙區恆溫以外 後座還有出風口 排檔頭不是現傳的 上述我對比的幾款車都是 那這有一個MOD的鍵 電子手煞車 AUTO它都有 上述就是卡米克沒有 卡米克還是這樣 後視鏡 大家這個車子擺上下 我覺得OK啦 我剛才講了 這個燈不是LED喔 這車主自己換的 這個燈 嗨 嗨 他真的是有開關啦 不好意思 哈哈哈 車主現在目前是跑兩萬六千公里啦 兩萬一千多啦 你看我剛才這樣開 兩萬多好安靜喔 裡面我憑良心講 確實這三台車它最了笑啦 可是如果讓我選 我寧願把操控跟動力放上面 這個東西我就會變得我比較不在意 我在選車 它的優點概過於它的缺點 反觀如果我坐進來 Mazda的內裝很漂亮 可是它給我很能力的操控 再來我要攪的稅質上又更高 它是唯一2.0的 稅質上面一萬七千多 這兩款車 卡米克跟Kona都是一一九二零 一來一往差了五千多塊 剛好讓你拿來半年保養一次 或是一年保養一次 好 那我們等等 我們請車主分享 來來來 車主 我們來 阿威啊啦 瑋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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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瑋哥先出場以後 我先跟他說一下 抱歉 真的 真抱歉 我把你的車拉走下去 沒關係 瑋哥 謝謝你 不會不會 你的車是2021年 當初買這款車的時候 心中還有什麼對比車 我其實是看那個Skala Mazda我不看 為什麼 Toyota也不看 為什麼 來 為什麼Mazda不看就好 為什麼 誠實 就不是我喜歡的 不是說他的動力跟操控 你跟我一樣 對不對 把動力跟操控 對對對 車主講話很柔軟 沒錯 車主他的意思 我幫他稍微總結一下 我翻進一下 Translator一下 很明顯的 他就是要動力跟操控感受的車子 對 比較有樂趣一點 有樂趣的車對不對 因為我剛剛聽說 你還有兩個小朋友嘛 對對對 那兩個小朋友現在多大 小一小三 這樣子用後座你夠用嗎 夠用 因為我都是以我自己去比較的 最後一個問題 瑋哥 有沒有什麼缺點 分享給大姐 剛剛可能 賢哥說到的 一二檔的頓錯 如果熱血在跑的話 其實稍微的頓錯感 其實是還 對就還 你有加入你們的群組嗎 有啊有啊 群組都有講嘛對不對 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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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還是看什麼用 但是我想問一個問題 有聽到掛掉過的嗎 變速箱目前還沒聽 沒有 聽到沒有 妥善命你覺得好不好 在群裡面 還不錯啊 自己本身有出過保固一些 什麼的 來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出頭燈 頭燈馬達可調 就是馬達 他水平 對 無線充電盤 哦 目前是這兩個 只要原廠出保固 其實都 都蠻阿沙利的 對 只要有問題就是出 後勤不錯啦 對對對 剛初你買99多嘛 後來就是 摺一摺動 這心的 949 949好不好 最後買起來 去年買的啦 那今年有調漲了好不好 所以這個分享給大家 喜歡我拍什麼車子的 哦 沒關係 我都盡可能去借到車子 就像 車主也是看到我在借Kona的車子 他撕我的 類似像這樣 沒有關係 可以到IG撕我 好不好 那今天我們就這樣 我們謝謝我們的阿偉 哦 好不好 OK 我們來打扮人家的車子 等下去整理車了 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掰掰